美国的这个阴谋破产了,现在正恼羞承怒。 什么阴谋? 就是操纵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奇莱特访华,在新疆问题上对中国发动攻击。 斗争还是很激烈的。 在6月2日的联合国安理会上,针对美国、英国的无理指责,中国常驻联合国附代表带兵说, 西方有句谚语,你撒了一个谎,就要制造另外100个谎言来掩盖它。 所谓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,这是彻头彻尾的世纪谎言,确实是世纪谎言。 但架不住有些人就是别有用心。 戴斌就进而指出,美国、英国害怕其编造的关于新疆种族灭绝。 强迫劳动的谎言被国际社会识破,所以不惜编造更多的谎言抹黑中方,来误导国际社会。 最近的一场斗争就围绕巴西莱特访华展开, 这里有几个很有意思的细节。 细节一是攻击中国不配合,美国等一些国家一直攻击中国,不让联合国人权高专方化。 借此暗示中方有什么不可高人的秘密。 怎么办? 中方的对策其实很简单,那就商定好合适时间,让人权高专亲子来看看。 毕竟百闻不如一见。 但这种抹黑手法,美国一直很擅长。 记得疫情之初,在病毒夙愿问题上,美国也指责中国阻止示威专家团访华,中方针锋向对。 让专家团来中国走走看看,谎言不攻自破。 细节二是指责巴切莱特访华是个错误。 看到中国没有按照美国剧本行事,而是欢迎巴切莱特访华。 美国又迅速改变态度,在巴切莱特行前,指责他的访文是错误的,行程会受中方掌控等等。 看到俄新社有文章就嘲讽到一些所谓专业新疆人权卫视,几个月来一直呼喊联合国人权高专访华。 他们似乎认为,这永远不会发生。 但当巴切莱特真的前往中国时,他们又开始叫嚣这是一个错误,不应该去。 以至于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公开驳斥。 巴切莱特高专在华期间的活动安排,军事根据其意愿,经双方充分协商进行的。 巴切莱特高专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,防华期间进行了不受监督的广泛交流。 何来限制?何来操纵?那答案就很明显了。 用赵立坚的话说,事实上真正想操纵此访的恰恰是美方。 细节三是更要求巴切莱特辞职。 这次备受瞩目的访华,巴切莱特去了广州和新疆,一路走,一路看,一路交流。 按照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的介绍,在新疆期间,中方向巴切莱特全面介绍了,新疆反恐和去极端化,经济社会发展,民族宗教,劳动权力保障等方面举措和成就,巴切莱特在喀什、乌鲁木齐进行实地参访。 同少数民族群众、专家学者等各界人士,进行座谈交流等等。 他最后的结论是在双方共同努力下,此方取得积极无视成果。 一次美方试图问罪中国的行程,最后竟然取得积极无视成果。 显然这是西方有些人无法接受的。 虽然美国官方还是老一套说辞,但美方操纵的一些所谓人权组织和人士, 近来频频对巴切莱特发起围攻,甚至要求他辞职。 只因为没有让美国人满意,美方直接要求联合国人权高专走人。 是不是有点恼羞成怒? 为什么会这样? 我不喜欢阴谋论,但具体的新疆问题,美国借巴切莱特访华, 展开一系列的攻击和抹黑。 不能不质疑西方一些人的用意。 美国真的关心新疆人权吗? 要知道过去二十年,美国与很多伊斯兰教国家发生过激烈的冲突, 军事入侵阿富汗、伊拉克。 严厉制裁伊朗、叙利亚制造了多少悲剧, 但美国不关心阿富汗和伊拉克。 就是特别关心中国新疆, 这不过是借此抹黑中国的国际声誉,挑动中国的内乱, 同时打击新疆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作用等等。 很有意思的是,最应该有态度的中东国家,看法就和西方很不一样。 比如今年年初,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访华, 他当着王毅的面说, 沙特坚定支持中国在涉疆, 人权等问题上的正当立场。 王毅也说, 沙特作为重要伊斯兰国家, 在涉疆问题上仗义直言, 反对干涉中国内政, 中方高度赞赏。 这就是中东国家的态度, 不知道美国看到了没有, 当然即便看到了, 也只当没看见。 在这些人眼里, 西方反恐是反恐, 中国反恐就是人权问题, 双标让人无语, 而且西方所谓种族灭绝的指控, 又太荒诞不惊。 华春莹日前就在推特上, 发过一张数字对比图, 美国印第安人数量, 十六世纪五百万, 二十世纪二十五万, 中国维吾尔族人口,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三百六十万, 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一千一百六十万, 谁在种族灭绝, 在明显不过, 但美国还不断加息, 最近更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, 宣称要全面封杀新疆产品, 同时对巴切莱特各种施压, 现在更闹到要巴切莱特辞职的地步。 最后怎么看, 还是粗浅三点了, 第一, 巴切莱特也面临巨大压力, 作为一个自身政治家, 巴切莱特当过智力的总统, 在人权高转岗位上的工作, 也是可圈可点, 但即便这样的资历, 他毕竟非西方的政客, 他所受到的掣肘, 也是可想而知, 尤其这次新疆之行, 美西方的各种抹黑和攻击, 肯定也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, 顶住压力, 坚守良知, 在这个世界, 有时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 第二, 中国外交确实也有一套, 斗争还是很精彩的, 美国认定中国不敢让人权高专访化, 所以各种抹黑, 但中国审视多事, 就是邀请巴切莱特来华, 而且让他想看什么看什么。 王毅亲自在广州迎接, 最高领导人还视频会见, 谭帅说, 这都是有些破格的外交举动, 也凸显中国对巴切莱特访华的重视, 也希望他是一个理性公正之人, 能说上几句公道话。 当然斗争还在继续, 对美国来说, 不让巴切莱特访华, 美国可以攻击, 让巴切莱特来华, 美国还可以攻击。 不管巴切莱特说了什么, 美国都可以攻击, 反正就是攻击, 你永远不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。 第三, 来而不往非利益。 我总觉得对付这样的抹黑和攻击, 澄清和坦荡是必要的, 同时也要来而不往非利益。 就在巴切莱特访华期间, 美国又发生大规模枪击案, 连拜登都感叹, 这是一场屠杀。 每年美国那么多场屠杀, 这不是侵犯人权是什么? 美国政府做了些什么? 巴切莱特是不是更应该去美国看看? 还有层出不穷的种族歧视案, 黑人愤怒到我无法呼吸, 华人也遭遇各种攻击。 这种明目张胆的歧视, 人权高专, 是不是也应该去调查调查? 这个世界, 人权保障没有最好, 只有更好, 全人类都要加油。 在人权问题上, 不存在实权实美的理想国, 不需要对别国一致气使的教师爷。 很多时候一个不争的事实是, 理想国立不理想, 教师爷家里一地鸡毛。